我一直都很好奇啊 拆弹专家的防暴服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今天它来了 其实呢 我只是为了买它呢 找一个借口而已 但是既然讲知识呢 就不能马虎 那咱们就边拼边讲吧 你很难想象啊 一件衣服 它是怎么挡住近距离爆炸的威力的呢 所以呢 它根本就不该叫做衣服 最恰当的比喻呢 应该叫做铠甲 因为看到它的形象呢 就让我忍不住的想起啊 中世纪那些只在眼睛那儿 留了一条缝的骑士铠甲 它们倒是都起了同样的作用啊 就是保护穿着它的人呢 免遭伤害 至少呢 也能够让受到的伤害小一些 爆炸啊 它会同时产生高温高压和碎片的伤害 想要完全避免呢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就连现在最先进最昂贵的超级防暴服 也只能最大程度的减小爆炸 所造成的伤害 在我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 毕竟裹在外面的又不是坦克装甲 对啊 既然不是坦克装甲 那它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首先啊 防暴服往往是由好几种的 高强度轻质材料分成组合而成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针对爆炸的不同伤害类型 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了 其次呢 在这里面 其主要防护作用的材料 是一个咱们听起来 可能还比较熟悉的东西 凯夫拉纤维 诶 熟悉吗 通常有它出现的场合呢 都会伴随着另外一个名字 防弹衣 对了 凯夫拉纤维也是防弹衣里面的主要材料 它是一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 高科技合成纤维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呢 就注定会成为防弹领域里面 最为理想的材料之一了 因为它的强度是同等质量钢铁的5倍 而密度却仅仅只是前则的五分之一 热性好 耐高温 一加工 这些跨界组合实属难得 凯夫拉纤维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本领呢 主要是因为它特殊的分子结构 来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锁子甲的及时感呢 只不过环环相扣的东西换成了高分子聚合物而已 而且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化学件还更有韧性 更有强度 更耐冲击啊 当子弹打过来的时候呢 凯夫拉纤维就会因为弹丸的拉伸和减漆 而产生弹性形变 在此过程中 子弹的能量被迫向冲击点以外的区域扩散 动能的损耗 导致了子弹的速度大大降低 最终被纤维网所拦截了下来 就无法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了 当然啊 跟单纯的防弹还不一样啊 防暴服面对的可是爆炸啊 所以它还需要在材料中添加 能够主燃的诺梅克斯纤维 以保护穿戴者免受爆炸产生的高温伤害 另外还不止于此啊 鉴于人体的胸腹部颈部和头部呢 都是高危区域 所以这里的防护也是加了倍的 在腹部这呢 就在原本已经很厉害的防护服外侧呢 还装上了复合防护板 以防止炸弹碎片高速射入 在胸部这呢 也加装上了特殊的刚性防弹板 之所以特殊呢 指的是放置它们的方式啊 片子放 这样就可以吸收爆炸式产生的高压 防止穿戴者因为肺部受到高压而窒息了 在颈部这呢 可以看到啊 一个被加高了的大领子 让穿戴者的头呢 像是被装在了一个喇叭里面似的 画风一下子就不对了 之所以这样做呢 是因为爆炸会导致头部和躯干之间的加速度不同 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颈椎骨折 而这个看上去 略显蠢萌的加高领子呢 其实是一个缴接在一起的脊柱保护器 和支撑式紧脱 到了头部这呢 首先是一个同样使用了 又轻又强的纤维的头盔 其次是用复合材料制成的透明护目镜 挡住了眼睛 看起来呢 这是个弱项啊 但也没有办法啊 毕竟从中世纪开始好像我们就一直缺乏更好的解决方案 你说要是戴个全包的头盔 然后透过AR来观察外面的环境可以吗 哎 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思路啊 但是为什么设计防暴服的工程师们就没有想到呢 不应该啊 肯定另有原因啊 我最后呢会分析一下 好了 这样360度无死角的把菜单专家包裹起来之后呢 我相信防暴效果肯定不会差了 但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啊 装在这里面的可是个人呢 尤其是这个人还往往面对的都是非常极端的条件 比如高温和孤独 于是给它提供温度调节和远程通信 也就成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了 在紧贴皮肤的诺梅克斯纤维层里面呢 还置入了毛细水管网络 这些水管与一个两升容量的储水罐相连 将冰冷的水通过水泵送至防暴服的各个部分 起到冷却的效果 不知道头盔里面是不是也有啊 因为在考虑到底要剪红线还是剪蓝线的时候呢 保持头脑的冷静很重要啊 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是 这里至少有一个可以续航5小时的通信系统 孤独的时候呢可以聊聊天 剪线的时候呢可以呼后援 基本上这就是一件价值20多万人民币的防暴服的全部了 过去10年中呢 由于中东等地的武装冲突频繁 防暴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们也因此能够在很多的影视作品 甚至是新闻画面里面看到它的声音了 最后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防暴服它在手部的位置是没有任何防护的 这有点不合逻辑啊 按理说手是直接接触并操作拆探的 应该要得到特别的保护才行啊 哎怎么反而是在裸奔呢 哎我们换个思路来理解一下啊 拿汽车上面的被动防护和主动防护来类比 防暴服显然是起到了被动防护的目的 就是一旦不可避免真的发生了爆炸 才被迫发挥作用的 而拆弹专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哎是要拆弹而不是炸弹嘛 这就相当于是在主动的防护了 在这里呢主动防护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手眼之间的灵活配合了 所以既不能戴上像宇航员那样的笨拙手套 也很难用AR来代替自己的双眼了 成功的主动防护能够直接避免启动被动防护 当然是更为优先的选择了 这个咱们应该都能明白吧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谁